上周六我们迎来了小寒节气,昨天又进入了农历腊月所以说,现在是真正的寒冬腊月天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刻。 今天早晨省内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都在零下15摄氏度以下,东西部山区低于零下20摄氏度。 寒气逼人还真有寒冬腊月的感觉,不过这腊月的头开的还算有模有样。 可是走着走着,就变了样,从近期和省上空大气环流的演变来看。 未来几天,冷空气后进步足暖空气趁势收复湿地各地气温,又将开始它的上升之旅。 全省天气预报七日白天的夜间沈阳、安山、盈口、复兴、辽阳、铁岭、朝阳、盘锦地区及辅顺市区, 轻度到中路埋转行其他地区,行有十多云七日夜间全省行。 最低气温辅顺地区零下22摄氏度到零下20摄氏度。 沈阳、本溪、复兴、辽阳、铁岭、朝阳地区零下19摄氏度到零下15摄氏度。 安山、丹东、锦州、盈口、盘锦、湖鲁岛地区零下14摄氏度到零下10摄氏度。 大连地区零下9摄氏度到零下6摄氏度,8日白天到夜间,全省行9日白天到夜间全省行。 海上风预报7日,白天渤海北部、渤海中部、渤海海峡、黄海北部偏北风5级。 沈阳市天气预报7日白天到夜间,轻度到中度买转行西北风3D最高气温零下3摄氏度,最低气温零下16摄氏度,8日白天到夜间行。 9日白天到夜间,请感谢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供气象信息这四种豆腐一定要少吃。 提到豆腐人们常常会想到黄豆,但如今有些号称豆腐的食品,与黄豆并没有多大关系吃多了,甚至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豆腐臭豆腐臭豆腐。 又名臭甘子属于发酵胭制的食品发酵时,所含蛋白质在蛋白没有的作用下分解。 所含的硫氨基酸也充分水解,产生一种叫硫化氢的化合物。 这种化合物,具有刺鼻的臭味。 在蛋白质分解后,即产生氨基酸而氨基酸又具有鲜美的滋味故吃着香。 臭豆腐制作过程中,不仅会产生一定的腐败物质,还容易受到细菌污染。 从健康角度考虑,还是少吃微妙由于原料、卫生等方面把控不严。 每年因为吃臭豆腐而进医院的人,数不胜数于豆腐,冬天是涮火锅的好时节。 不少人都会选择来一盘鱼豆腐鱼豆腐又称油炸鱼糕。 以鱼肉搅成肉泥,配以其他辅料,并挤压成型块状。 经熟化油炸而成因其具有金黄色的良好外观,而且能消除腥臭味。 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事实上鱼豆腐的成分里,可能含有少量的黄豆。 但其主要原料为鱼浆,且往往含有大量的糖、油和盐,以及具有增稠等作用的修饰淀粉。 修饰淀粉中,还含有一定量的磷酸。 吃多了会伤害骨骼,因此可以说,鱼豆腐营养价值不高,热量却是满满。 日文豆腐日本豆腐又称鸡蛋豆腐,玉子豆腐口感,虽似豆腐,却不含任何豆类成分。 它以鸡蛋为原料辅至纯水、植物蛋白、调味料等精致而成。 具有豆腐爽滑鲜嫩的口感。 和鸡蛋低清香,但也可能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,吃尽过多胆孤醇与辣。 特别是患有三高的人群,应尽量少吃杏仁豆腐。 杏仁豆腐是汉族的一道甜点。 将甜杏仁磨浆后,加水煮沸在冷冻凝结之后,切块而成阴形四豆腐而得名其食。 杏仁豆腐里没有黄豆。